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在近一代史上,918事变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因张学良的判断失误,命令东北军不得抵抗 让日军长驱直辱,最终导致东北大帝沦为日口之首 让人扼腕长叹 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观点 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发动918事变 就是因为他们研究透了张学良 吃定了他不会抵抗 如果是张作霖还在世 日本人是肯定不会如此嚣张的 确实,相比从小养尊处优的张学良 张作霖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更加强悍 对日本人也寸步不让 比如早在北伐时期,东北军作战不利 张学良就劝父亲撤军 说日本人巴不得我们跟南方火拼 等我们打残了,日本人就会出兵打我们 但张作霖毫不在乎 拍着桌子说 我有30万东北军 还怕他一万多个小鬼子 他们要是敢作乱 我三天就能把他们收拾掉 这就是张作霖的霸气 是张学良不能比的 那么咱可以再来引申另一个话题 如果张作霖没有在黄姑屯被炸死 东北的处境 甚至是中国的处境 是不是会更好呢 在张作霖的时代 北伐战争已经进行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 南京政府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但是唯独东北的缝隙 一直是块南啃的骨头 张作霖虽然几次败于北伐军 但是由山海关作为屏障 北伐军也拿张作霖无可奈何 张作霖是典型的草莽军阀 对权力十分看重 甚至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态度 要统一可以 但我得当大元首 这种态度无疑是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的 也造成了东北与南方的对立 这种对立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就是容易受到外国人的干涉 尤其是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 张作霖也知道 仅仅凭借一个东北 是不可能与强大的南京政府对抗的 因此在北伐战争期间 张作霖多次将东北地区的铁路权 采矿权等多项利益 卖给了日本人 来换取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和军事扶持 虽然张作霖做了许多措施 来加强自己对东北地区的绝对领导 但是并没有阻止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渗透 张作霖之所以会在自家地盘被炸死 就是因为日本人在东北无所不至的渗透力 因此就算是张作霖没有被炸死 东北大地也会继续被日本人步步蚕食 从而使得中国的统一更加艰难 张作霖虽然性格强悍 对日本人步步提防 但在跟日本人处心积虑的较量中 其实也难成对手 这是从大局来说 那么从东北的局部来说 张作霖如果继续统治下去 又有什么优劣呢 张作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一开始是做保护乡民 不受土匪侵扰的武装组织 后来因为土匪搅得多了 就被朝廷提拔当了官 张作霖对于权力有一种迷一样的向往 为了夺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什么都不在乎 比如在日俄战争中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 张作霖先是帮助俄国人 后来又帮助日本人 反正谁对我有好处 我就跟谁 完全不管你 谁对谁错 在张作霖的统治时期 东北其实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在经济上 张作霖不仅将原来与中央联系的 上缴延税项目都改为自制 进一步割裂了与中央的联系 还大量引进外国资本 尤其是日资 大量进驻东北 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控制权 被外资逐步渗透 总之 张作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 更像是一个乱世枭雄 为了全力不顾一切 甚至不顾东北人的利益 更不顾全国人的利益 因此 东北人在张作霖的统治下 完全算不上幸福 只是后来 东北沦入日寇的魔掌 人们两相比较 才会怀念张作霖 凭空想象出了很多 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好处 所以张作霖就是一个 被今天的人美化过的人物 实际上 他跟当时大多数军阀一样 根本没有多少治国的能力 东北在他的统治下 并不是什么姓氏 即使没有发生黄孤屯事件 日本人也不会停止蚕食东北的脚步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不忍心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